哈喽来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建南里面性价比高 秦花的品种 建南红衣品上世纪90年代下山于四川 最早被命名为金梅 后改名为红衣品 备受四川拦架大力追捧耳阳明四海 后被列入建南的八大名品 红衣品租型较外夜长大概在15到30厘米左右 夜宽在1厘米左右 四层半垂叶的叶子 花开层眉半开品端中优雅 外半是属于比较圆阔的 而且是缩根放脚的 也就是意味着 它这个外山半开酒不会向外翻 花手还是不错的 如意则平坚 整杆花高挑出价 而且排序是属于比较舒朗的排序 它这个品种只有特色在于 每外半上面都有两道非常明显的红印 是一位久后微醺的少女 而且它这个品种在养护方面也是非常好养护的 是属于花又琴卡的一个品种 我这颗是三个苗子带了一个花剑 那我还有一盆是多苗的 然后带了六只花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盆是养了两年都没有分苗的 所以说苗树上面差不多在十秒左右 上了六感花 你们可以看一下花是比较多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出价 那像这种苗子 因为上的花比较多 所以消耗的养分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 建议在爱花朵卸了之后的话 可以追加一次肥 那红一品现在价格一秒 大概在五十米左右的价格 如果有兴趣来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接着来介绍第二款 建议的小凤仙 小凤仙被列为建议的四小花旦之一 是属于花艺双成的一个品种 新娘发出来是属于鲜明中透青蓝艺的 跟我们的彩缝有点类似 然后成苗之后的话是归为本色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她这个花苞 因为新娘发出来是有代艺的 所以相对要员 她这个花也是有代艺的 是属于双艺草 花苞很明显可以看到 是在顶端末端有带一个富轮边的 看到了吗 中透绿富轮 蛇有带红斑的一个开品 那她这个品种 出价不会出的很高 不会像刚才那一组红一品出价出的这么高 大概高出页面差不多10厘米左右的 那在养护方面也是比较好养护的 那像建议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高山春色彩凤 智越坛之链 小凤仙都是几款非常不错的花艺松泉的一个品种 如果喜欢这类花的蓝油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最后一款给你们介绍一款色 这个建栏的水里红 水里红它这个在现在在市面上存货量是比较少的 然后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老品种 我这一组是一个花剑正在排领 那我们从花剑上面是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花包的外包的颜色 跟这个花感的颜色是一致的 也就是意味着这一组开起来是属于红感红花的一个 建栏品种 叶型是属于一个垂叶子 那叶长大概在30到40厘米左右 那叶宽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细叶型的 就建栏而言差不多在1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花开为一个红花 而且它这个红是属于外半半端是属于比较白的 过渡到内的话是比较红的一个色的 那它这个外半是瘦长了一点 那在花色上面还是不错的 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一秒在40到50米左右的一个价格 然后具体的话看描情 建栏的品种水里红 如果喜欢红感红花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种 因为建栏的红花有 但是红感红花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哪一个品种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那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一组爆棚爆花的红衣品 那一组的话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们讲 这一组是属于自然养殖的 并没有用花多多 也没有吹花 它就是因为苗子比较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